在这里,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段回忆! 欢迎订阅我的小人书! 悟空跟师父唐僧去西天取经,这天,过了英仇见,一路行来,不觉红日西尘,唐僧勒马观望,摇见山凹里有座寺院,十分清幽。 师徒二人来到山门一看,好一座高大寺院,匾额上提着观音院三个大字。 唐僧下了马,悟空歇了担,正想跨门进去,忽见院内走出个僧人来。 唐僧忙让过一边,势立门旁,与那和尚拱手见礼道,贫僧乃是东土大唐钦差,去西天拜佛求经。 到此天色将晚,凡界宝岔一宿。 那和尚听说唐僧是东土钦差,去往西天取经,非常谦功,连忙请他进去歇息。 正说话间,悟空牵马进来。 那和尚一见悟空相貌,当是天上的雷公爷爷夏凡,不由打了个寒劲,早下的跌爬地下,不住的向悟空磕头礼拜。 唐僧忙走过去说悟空是自己的徒弟,请他不要惊慌。 那和尚这才放心,战战兢兢的爬了起来,引他们进入室内。 唐僧师徒刚刚坐定,见有两名小童,掺着一个腰驼被弓的老僧,缓步走来。 唐僧忙起身相迎,那老僧一边还礼,一边叫人献茶。 请客间,两名小童,一个提着一把白桶水壶,一个捧着一个羊枝玉盘,上放三只法兰香金的茶中进来。 唐僧喝了一口茶,连声夸赞说,好茶,好茶,真是美食美气。 老僧听了,仙字谦逊一回,接着问唐僧可有从东土带来的宝贝,借他一看。 唐僧道,惭愧惭愧,东土无甚宝贝,就是有,路途遥远也不变代的。 唐僧正在推说没有什么宝贝,不料悟空却耐不住道,师父,你那领袈裟难道不是宝贝,何不拿给他看看。 唐僧忙是以他修说,哪知这老僧却因听说事件袈裟,倒不由呵呵大笑起来,说道,袈裟算的什么宝贝,避愿别的没有,这袈裟却有的是。 这老僧有意要在唐僧面前卖弄自己富有,当即换来几名头驼,吩咐他们把藏放在库房中的袈裟,全数扛台出来。 不一会,几个头驼,扛来十二只柜子,开了锁,将袈裟一件件抖开挂起,少说也有几百件。 唐僧一看,果然尽是启秀凌罗,闪闪有光,使人眼花缭乱。 悟空看了一遍,笑道,好好,收起收起,来看看我们的。 说时,静自去把包袱解开,取出唐僧的袈裟,走开时,顿觉红光满是,采气迎庭,满怨众僧都看呆了。 这老僧见了这件宝贝,顿时动了歹心,跌跌撞撞地走到唐僧面前,呼得一声跪倒,央求唐僧允许他拿回去仔细观赏,明臣送还。 唐僧听了,暗吃一惊。 唐僧一时疑难莫绝,不由暗地埋怨悟空多事。 悟空道,给他拿去看吧,怕什么,如有差错,包在老孙身上。 这时唐僧推诿不得,只好将袈裟双手递给了老僧。 老僧把袈裟骗到手里,回到房里,便和几个心腹蜜意,打算将这袈裟矛吞过来。 当时有个叫广谋的僧人献祭道,师祖要这袈裟不难,依我之见,不如舍了三间禅房,一把火烧了。 把这两个行脚僧烧死,袈裟就自然到手了。 大家听了,都说妙计妙计。 夜深以后,大小二百多和尚,一起忙着去搬柴草,扛的扛,单的单,把个禅堂,前前后后,堆叠得四面不通。 悟空在禅堂里养神炼气,胡听门外声音嘈杂,心中疑惑,想开门去看看,又恐惊醒师父。 好悟空,摇身一变,变了个蜜蜂,从船缝中飞了出来。 悟空出来一看,不觉暗自好笑,心想,这四门胆敢要害我们,我要拿棍打吧,可怜又不惊打。 好吧,你爱玩火,管叫你尝尝火的滋味。 赌一打钉,一个跟斗,跳上了南天门。 守天门的兵将,见闹天宫的大圣又来了,吓得一个个东躲西闪。 悟空盲摇手喊道,列位不要惊慌,我是有事来找广木天王的。 众兵将哪里肯信,走战的远远的,不敢进前。 这时,天王正好从里面走出来。 悟空盲营上去道,我正要找你,俺老孙宝唐僧去西天取经,陆域歹人,放火行凶,你快将你那闭火罩拿来用用。 即刻送还,天王见是当年的齐天大圣,不敢不借,便道,你这猴子还是这般兴急,闭火罩我自借你,但用完了急来还我。 不要丢了,说罢只得将闭火罩借给了悟空。 悟空拿了闭火罩,架起云头,直到禅堂,将唐僧白马和行李一起罩住了。 然后转身跃到那老僧住的方丈屋脊上坐定,保护那件袈裟。 一会,见和尚在禅堂外放起火来。 悟空恨那老僧心毒,便尽力吸一口气吹浆出去,顿时刮起一阵狂风。 火界风势,风筑火微,煞时间把一座观音院烧得火光一片,满天通红。 这是荒的满院和尚,一个个光头赤脚,忙着往外搬向台柜,荒乱中东倒西歪,你推我撞,叫苦连天。 不料这场大火,却惊动了一个妖怪。 原来观音院南面有座黑风山,山上有个黑风洞,洞里有个黑风怪。 这时他正睡醒翻身,见从窗缝里凑近亮光,好生奇怪,盲推窗观望。 那妖一眼望去,但见北山下一片红光,料定是观音院失火了。 心想,这些和尚好不小心,带我去救他一救。 想罢,他纵就起云头,直向观音院奔来。 这妖怪来到观音院,见火是冲天,只有方丈处无火,他便跑了进去。 那妖精跑入方丈室中,见里面没有一个人影,只觉室内有霞光彩器。 四下寻找,见桌上放着个青毡包袱,解开一看,原来是一灵紧将斑斓的袈裟。 他随手将那袈裟抖开,顿时红光满是炫耀夺目,知道事件宝衣,惊喜非常。 这妖怪四股无人,便趁火打劫,拿了那领袈裟,一溜烟飞回山洞去了。 再说悟空坐在屋脊上,只是吹火作乐,却没留心妖精行窃。 直到天亮了,见火是渐渐熄灭,才跳下屋脊,纵身回到唐僧睡得禅堂上来。 悟空取了碧火罩,一个金斗纵上南天门,把碧火罩送还了广木天王。 悟空回到禅堂,走到师父他前,轻声唤道,师父,天亮了,起来吧。 唐僧这才醒来,揉揉眼,翻身做起,懒懒的道,啊,春夜真是困人啊。 唐僧穿好衣服,开门出来,见昨日的楼台电雨,都变成了断圆残壁,不由大惊失色。 悟空忙走上前来,对师父说道,师父不知,这秃驴爱上我们的袈裟,要烧死我们,要不是我老孙察觉。 我们早成骨灰了。 唐僧听罢大惊道,他们原来这般心毒,如今我们这领袈裟不知落在何处,可不要烧坏了。 唐僧急急牵了马,催着悟空挑上弹,直往方杖势索取袈裟, 院里那些和尚都蹲在瓦礼场上哭啼,一见唐僧师徒,当是冤魂索命来了, 个个吓得磕头跪拜道,爷爷呀,冤有头战有主,火烧禅堂的事情不干我们的事,莫向我们索命啊。 悟空见状,不耐烦的叫道,什么索命不索命,快快还我袈裟来。 这时众僧才知他们未曾烧死,慌得战战兢兢的说,爷爷饶命,你的袈裟在后面方杖中老师祖那里。 说实,早有几个敢先跑往方杖势中飞豹去了。 那老僧此时正因丢了袈裟,又烧了房屋,十分烦恼。 又见几个和尚飞奔进来,向他说唐僧要索取袈裟,早下的六神无主,目瞪口呆,半赏说不出一句话来。 当下老僧又急又悔,寻死无际,便一头朝墙上狠命撞去,当时就死了。 等唐僧和悟空走到里面,慌得那些和尚都嚎哭起来,悟空说道,这老死鬼竟自撞杀了,又不见袈裟,如何是好。 唐僧听了,很是恼怒,连声责怪悟空道,都是你都是你,要找不到这领袈裟,当心你的猴头。 悟空受了师父埋怨,无处发泄,便指着那些和尚骂道,想是你们藏起来了,不打怎肯招人。 说着,从耳里呼的抽出铁棒来,便要打去,姓唐僧在旁,把他喝住。 悟空只得收住铁棒,低头寻死。 半赏,呼问道,你们这里可有什么妖怪没有? 一句话,把那些和尚提醒了,都忙说,有有。 东南面那座黑风山上便有个妖精,他长得和黑炭一般,常来和我们这老死鬼讲道,离子不过二十里左右。 悟空听了,道,不用讲了,定是这黑怪偷去,带老孙去寻他。 只是我去后,你等要好生看待我师父,要有一毫而差错,你们看。 说时,朝墙上铺的一棍,墙壁立刻粉碎。 众和尚连连答应,悟空回头对唐僧道,师父请稍等,老孙去去就来。 说必,转身一个跟斗就去了。 那些和尚大惊失色,忙跪倒在地,都说他是天上的神人下界。 悟空跳到空中,把腰一扭,来到黑风山上,按下云头,往四下一望,只见山清水秀,又听鸟语全鸣。 真是一座好山。 悟空往林中走去,行步多时,胡听坡前传来一阵笑声,他忙闪在石崖后面,偷掩望去。 见席地坐着三个妖魔,上手是一条黑汉,左手是一个道人,右手是个白衣秀士。 只听那黑汉笑道,后天是我生辰,可喜的是我昨夜得了见佛衣,就定明日先拿他来做个佛衣会。 邀请各山道长,都来宴贺,说完,摇头晃脑,很是得意。 悟空听他说是佛衣,料定是师父的袈裟,不由大怒,立刻跳上前去,喝道,你这贼怪,偷了我师父的袈裟,还做你娘的什么佛衣会。 说着,抡起金箍棒,拦腰打去。 惊得那黑汉立刻画阵清风逃去,道人也忙着驾云顿走, 只剩下那个白衣秀士,一时慌了手脚,躲避不及。 被悟空一棒打死,献出本相,原来是一条大白花蛇。 悟空见那黑怪逃了,脑袋将蛇身一手提起,结作五六段,扔在地上,便往深山赶去。 好悟空,转过尖峰,抹过骏陵,一手提棒,一手遮额望去,摇见对面石壁崖前,隐隐有一座洞府。 悟空走进洞口,见有两扇石门,关得甚紧,门上有块石板,写着黑风山黑风洞六个大字。 悟空上前抡棒敲门,不疑会,只听鸭的一声,一个小妖,开门出来。 他看悟空来势汹汹,便骂道,你这毛脸和尚是哪里来的,敢在此仙洞撒野? 悟空听罢大怒道,呸,什么仙洞,仙字是你能撑的吗?快叫你那黑汉还我袈裟来,如若不然,我就推倒你这黑风山,踏平你这黑风洞。 悟空说明来意,那小妖急转身来抱黑怪。 黑怪听了,心想,刚在泼前不曾带的兵器,便宜了他,如今这丝却找上门来,正好结果他的性命,想罢便叫道,快拿我的枪来。 那怪身穿乌金甲,手执黑鹰枪迎了出来,见了悟空,大声贺问,你是个什么和尚,敢来放肆? 悟空见他浑身无黑,像刚从泥沟中钻出来的泥丘,不禁哈哈大笑。 悟空叫那怪送还袈裟,那怪不肯,悟空大怒,骂道,你这贼怪,偷人袈裟为何不还? 修走看棒,说实,劈头就是一棒,那黑怪急忙侧身躲过,就是将长枪一挺,直向悟空刺来。 两人在洞口杀了半天,看看日益当无,那怪收住枪道,写住,等我用过午饭再和你赌斗。 悟空道,是汉子,哪有半天就会恶度的,来来来,再玩一回。 悟空缠住他不放,那怪便徐晃一枪,反身回动,悟空紧紧追去,说实迟,那时快,哼的一声,石门紧闭,把悟空关在洞外。 悟空在洞外叫骂多时,那怪只是不出来,无奈何,只得纵身回观音院来。 悟空回到观音院,唐僧道,你回来了,袈裟可曾取得。 悟空说,莫忙,袈裟果是给那个黑怪偷了,我和那黑怪在洞口斗了半日,他却逃入洞中,关门不出。 我老孙一时攻打不开,便趁此回来看看师父。 唐僧听霸道,我在此甚好,不用担心,袈裟既有下落,不妨吃了斋饭再去寻回。 话未说完,那些和尚已忙着献上肃供,请悟空用斋。 悟空胡乱吃了些肃斋,又奔往黑风山。 正行间,忽见一个小妖,夹着个花梨木侠,匆匆行来。 悟空在云端里看得真切,料想这侠里定是什么检查,便降下来,打了小妖一棒,小妖立刻身亡。 悟空拿过侠来掀开一看,原来是那黑怪,要观音院老僧讲到的一个情帖。 悟空见帖上具名熊皮,料知这怪是个熊精。 心想,这老包皮和妖精勾结,死得一点不屈。 悟空呼声一记,这老包皮的模样,我还记得,何不变成他的样子到黑风洞去。 躺能骗的袈裟到手,却也省力。 随即摇身一变,变得与老和尚一般无二。 悟空走到洞口,叫声开门。 不一刻,一个小妖开门出来,见了悟空,认作是观音院的老僧,盲侧身势立门旁,让悟空进去。 悟空大模大样地走近,行至天井,但见松竹焦脆,讨理睁言,看去道也幽静。 这时,只见那黑怪笑着迎将出来。 那怪走上前来,将悟空一手掺住,步入中厅,礼必坐定。 二人还没说上几句,忽见有个寻山小妖,急急忙忙地从外面飞豹进来。 黑怪闻豹,豹跳如雷,提枪来刺悟空。 悟空献了本相,急从耳里取出铁棒,二人争斗起来。 吓得一群小妖各自抱头鼠窜。 他两个从中厅斗到洞口,从洞口又打上山头,由山头又杀到空中。 直打的山摇地洞,地黑天昏。 看看红日就要西沉,那怪获得跳出圈外,喊道,猴头住手。 今日晚了,待明天再和你定个死活。 悟空道,要战便和你站上一夜,休想托辞溜了。 跳过去又是一棒。 那怪剑悟空打来,便化作一阵清风,溜回洞去。 悟空扑了个空,当时无计可施,只得转身重回观音院去。 悟空回到院里,见了唐僧,将刚才战斗经过说了。 唐僧听说仍未将袈裟取回,不由双眉紧锁,低头不语。 悟空见状,心里着实过意不去。 当夜,师徒俩仍在禅堂中歇宿。 唐僧因思念袈裟,中宵翻来覆去,难以睡闻。 悟空也因两次胜不了黑怪,心内焦急。 等天一亮,悟空跳起身来,说道,师父放心,老孙今天不把袈裟取还,事不回怨。 唐僧忙下床,将他一把扯住,问道,你往哪里去?悟空道,我去找南海观音。 悟空说完,纵身跳上云端,转眼间,到了南海落家山,暗落云头,行到紫竹林中,早有护法围陀迎将出来。 不一会,菩萨让小童传话出来,叫悟空进去。 悟空走至宝连台前,对菩萨躬身一拜说,我师父路过你的禅院,被你的邻居黑熊妖偷去了袈裟,屡讨不还,特来找你讨要。 菩萨见悟空出言无状,好生不悦,训斥道,你这猴子好生无礼,既雄精偷了你的袈裟,怎来向我逃去? 都是你这孽猴大胆,卖弄宝衣,烧我禅怨,还返到我这里撒野。 悟空这才知道自己错了,便叩头再拜,求菩萨助他同去拿腰,菩萨见他悔改,也就点头一允了。 当下菩萨吩咐众神,好生看守洞府,便带着悟空,各自驾起祥云,直往黑风山而来。 转眼间到了黑风山上,两人按下云头,朝洞口走去,这时迎面走来一个道人,手拿玻璃盘,盘内放着两粒仙丹,低着头匆匆行来,下和悟空撞个满怀。 悟空定睛一看,不由大怒,立刻取出铁棒,向他当头一下,打得那老道鲜血飞溅,脑浆泵流,那道人献出本相,却是一只灰狼。 悟空将盘拿来反复细看,见底下刻有灵徐子之四字,吃得一声笑道,造化造化。 菩萨,不知你可肯依我,菩萨也禁不住被他说的笑起来道,依你怎么说。 悟空道,若依我机,你就变做那妖道的模样,我便立仙丹,你拿去与那妖庆寿,等他吞下,老孙便能叫他福顺。 菩萨道,这猴子倒也想得出,好,我就依你。 恍惚之间,菩萨已变做了灵徐子模样,悟空看了,用手在膝盖上轻轻一拍道,妙,妙,是妖精菩萨,还是菩萨妖精? 菩萨道,废话修说,你快便来。 当下悟空就地一滚,变了一粒丹丸,比原来略大些,菩萨拿来放在盘中。 认定好了,就一手拖着盘,竟往黑风洞走去。 菩萨走到洞口,那些手动小妖,见是灵徐仙长来了,连忙飞抱进去。 不一刻,那黑怪营出门来。 那妖一见菩萨,当是灵徐,忙抢上几步,一把将菩萨挽住,并肩穿过天井,一同步入中厅。 二人坐定,各自寒暄之后,菩萨起身,一手托盘,走到内妖面前,认定那粒大的,地狱内妖,说,小道仅限,先丹一粒,愿大王千岁。 那妖忙起身,拿一粒小的地狱菩萨道,源与灵徐子同寿。 让逼,那妖就把那粒大的往自己口中移送,哪知这单一到口里,不待他咽,咕噜一声,静自滑下肚去。 那妖正觉奇怪,不料悟空已在肚里动起手来,他头一顶,脚一蹬,痛得那黑怪肝肠欲断,满地乱滚。 这时菩萨已陷了原身,贺问,佛依何在? 黑怪只已受骗,莫奈何,只得命小妖去把袈裟取来。 菩萨接过佛依,恐他再生无礼,便拿出一个孤儿,套在黑怪头上。 然后叫声,悟空,袈裟已在,你出来吧,修伤他性命。 悟空刷的从他鼻孔里窜了出来。 那怪恢复原状,勃然大怒,祸得跳起身,奔去拿条黑鹰枪,喝声,看枪,对准菩萨胸前,自来。 菩萨见他自来,便和悟空腾在空中,念动真言,那怪煞时头痛难尽,狂呼,饶命。 悟空见状,拍手大笑道,菩萨修庭,快念上他娘千遍万遍,叫他早些了账。 菩萨却按落云头,给黑怪摸顶受剑,命他执了长枪,跟随左右。 回头将袈裟递给悟空道,你回去吧,好生服侍唐僧,修在生世。 说着,带了熊皮,回南海去了。 悟空见菩萨去完,便也按落云头,将袈裟挂在树上,取出铁棒,重又打入洞去。 哪知那些小妖,早已惊散一空,悟空找不到一个小妖,便一把火将妖洞烧了。 悟空烧了黑风洞,赶回观音院,这里唐僧正等的交集,忽见悟空手捧袈裟从空降落,心中大喜。 众僧听得袈裟已经取回,都拍手称快。 第二天早晨,天气晴和,但觉春风拂面,露宁花香,师徒二人,别了众僧,继续往西方前进。 欲知后事如何,请看第九册高老庄。